第一道是什么 有一个虾胶玉米团 虾胶玉米团 我看到今天虾胶玉米团用的食材 感觉很清淡 因为没用什么猪肉之类的 用的是虾肉 而且是虾泥 我们把虾泥 给它用搅拌机搅出来也行 然后用刀给它压粘了也行 做成虾泥 这个是不是需要搅拌的 比如说给它上劲 对 这个还没上劲 没上劲 好 一会告诉你 然后需要准备的配料是玉米粒 你可以从那玉米棒上给它搓下来 我觉得别的季节 大家买这个速冻玉米就成 这个季节还是用的新鲜玉米 直接来擦它 最好了 然后这是洋葱 对 洋葱和西红柿 是做装饰用的 装饰用的 我们来装盆的时候才用到 好了 这道菜看起来应该是挺时尚的一道菜 第一个步骤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先把这个蛋清 加到这个 整个我们的虾胶里面 这个虾胶 大家注意到一点是什么 就是它搅的时候 其实没把它搅得特别碎 是吧 搅碎 一定要把它做粘 就是越粘会越好 越粘会越好 我本以为就是说做这种虾胶之类的 要保留一些颗粒 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有颗粒的话 咬起来口感会更好 那个是做水晶小龙的时候 小龙包 水晶小龙包 它会一半做虾胶 一半做成虾链 带颗粒的 让你吃起来有虾的口感 需要以后再往里加 对 明白了 那个是后加的 一定要上劲以后再往里加 就是说如果要颗粒的话 越小它越容易上劲 越容易粘在一起 对 你看我们也是一个方向这样搅它 只用鸡蛋清的理由是什么呢大厨 这里边我在搅的时候呢 已经加了一些那个 葱姜和花椒泡的手 这个是用凉水一泡就行 就用开水泡了 用开水泡放凉 放凉以后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打到这里边来 有一次大厨教我一个招 也是高大厨说的 他是用那个手啊 在里面抓 抓抓抓 之后会利于我们那个葱里面那个味道 把花椒的味道渗透到我们的水里面去 对 不过我试过一次中 你在闻自己手的时候 就闻到那个酱耙皮子的味道 你知道 就是都粘到手上了 你这样泡一下 感觉就不会有那个颗粒进到我们的虾胶里面去了 其实这个方法除了做这个 做那个羊肉馅或牛肉馅猪肉馅都可以 花椒水 是吧 对可以的 花椒粉盐 包括一点淀粉 淀粉用的量不太多 淀粉少量的就可以 淀粉加多了 它发死 不好吃 但是你知道 现在在外面我们吃的大多数的虾丸 它们都是大量的淀粉 是一点虾 然后加大量的淀粉 这还算好的 有一些的时候在妹妹买的 可能是一些虾味的一些剂之类的 这就不太健康了 自己做最放心了 脚踏给它上上劲 一会儿跟我们的虾泥去配的是玉米粒 玉米粒我们都说了是今天当家菜 今天散的颜色好像也代表着一种丰收的幸福 对 老师给大家说说玉米有什么样特殊的营养 像玉米它属于粗糙的保健品 它虽然很粗 纤维比较多 但是它对保健作用来讲非常好 像玉米它里面的膳食纤维比咱们的白面要多 九倍以上 非常高 而且玉米当中还含非常丰富的矿物质 比如说像钙和鎂都是能够扩张血管降血压的 最主要玉米还能够里面有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 我们叫亚油酸 这个亚油酸实际上是能够帮我们清理血管 降低血管里面的胆固醇 所以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 我是觉得随着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 我们越来越重视玉米了 在50年前人们是因为好像没有什么细粮可以吃 然后吃玉米面之类的 因为它吃的它还比较薄 茶子之类的 对 然后便宜 然后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就是吃老玉米时尚 没错 这边我们搅它的时候 大厨发现 一定要快速的向着一个方向去搅 可是要搅到什么程度 然后要让它上劲以后 一定要让它上劲 上劲我们筷子是能感觉到的 对 然后你会感觉到它越来越沉 越来越沉 哇 这个其实我们感觉的就是活馅啊 做各种的一种蛋白质类的食物多 就得给它搅上劲 没错没错 其实就是粘合度比较大一些 紧致 有的时候把筷子插进去 那个厨师讲都不倒的那种 没错 你看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感觉 想起一个火锅店里面看到的虾滑 虾滑 虾滑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就是 像咱就是穿虾丸子啊 做什么东西的都可以用这 一样的方法 用到这个虾胶 如果穿虾丸子呢 你会加一点肥肉镖在里面 为什么加肥肉镖呢 如果是做过 会飘 熟了以后它会飘起来 会飘 而且我就会感觉更滑一点 滑 就有的时候我们做丸子 加点肥肉镖就这个感觉 滑少 因为虾它蛋白太高了 蛋白质高 脂肪太少 所以吃起来不那么滑润 就是 这时候你看 搅到已经彻底上劲了 就最好了 是吧 那上劲以后呢 咱们把它挤成丸子 一个大丸子 直接放到这个玉米里边 要给它沾满外面的表面 有点像我们做灰菜的那个 灰粥丸子 然后就像蝉的那个珍珠丸子 上面放糯米 这个就是放玉米 玉米 像蝉丸子一样 把这个玉米呢 给它沾到这个丸子里边 我觉得这个造型菜 其实出来的效果应该是很好看 因为它一个小球 外面是金黄色 然后里面咬开呢 是那种粉嫩的虾肉 所以说会很不一样 大叔这道菜需要蒸还是炸呢 蒸 差不多有个四五分钟就可以 因为咱这个玉米粒啊 包括这个虾胶啊 它都很容易成熟的 没错 这个玉米粒 我们如果说买那个新玉米的话 用那个直接蒸熟的 煮熟的 直接一蘸就可以了 只有那个煮熟的 或者说咱们买那个罐装的 罐装 其实我道歉大家这个季节 这些买新鲜的 买新鲜玉米就可以了 自己轻轻煮一下 吃完了剩下的玉米粒取出来 对啊 其实这个季节我们吃新鲜玉米啊 是一个很享受的事儿 当然在吃这些新鲜玉米的时候 又有一些问题要提醒大家了 有一些烹调的提示 在选择玉米的时候呢 因为玉米本身呢 它有一点不太好消化 对啊 因为玉米粒外面那个 算是纤维过高 所以在吃的时候呢 那么如果最近有一点腹泻 吃修不太好 那就尽量少吃 那这么说的话 这些朋友应该少吃玉米 对这个季节应该是 就比我辣肚子我们就要少吃 没错 另外呢 玉米要煮熟吃 如果是要比较生的话 一个是影响口感 对 另外还是不好消化的 就是就是 好了 这时候我们呢 就把这个粘好的玉米小团子呢 放进我们的笼体里面去蒸它 需要蒸多久呢大厨 大火有个五分钟 五分钟左右 那我们就等待吧 等待五分钟之后 就能吃到新鲜出炉的这一道菜了 五分钟时间到了 这时候我们的菜呢 已经可以端上餐桌了 我发现其实这个啊 玉米粒还真的挺重的 它能陷到那个虾泥里面去 对 所以说现在整个的状态呢 它不是一个 很可爱像做一个大的那个大汉堡包一样的 很可爱的感觉 很可爱像一个小榴莲 是不是 很可爱 吃掉菜的时候呢 你会怎么想啊 就用勺子吃好 还是用我们的筷子吃好呢 随你的便吧 总之今天我们用筷子 我觉得这样子 加起来它是比较过瘾 一块加在盘子里 应该会挺爽的 还要给它装饰一下 有点西餐的感觉了 玉米的香味出来了 这个季的玉米啊 我们闻起来最爽了 尤其我喜欢我们家里面煮玉米的时候 那一锅玉米虚水那个味道 对 玉米虚水 很保健的 怎么样 造型非常漂亮 够清淡的看起来 今天尝尝看这道菜味道怎么样 来 我觉得今天咱们有点贪婪的 一个人这么大一颗 够爽的 很实在的一口 玉米还是非常甜香的 特别浓郁的那个玉米的味道 我吃它的时候 有种感觉就是好像是 一边啃一米棒子 然后一边吃那个大虾仁的感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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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